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饿了 沈婉伸手在我面前晃了晃 眨着眼看我 手里还拿着那张运简单 今天是我的生日 沈婉邀请了一堆好友 又订了很多吃的 布置了房间装饰 说是为我庆生 原本正常地喝着酒聊天 沈婉突然站起来 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大家纷纷开始起哄 他把我的手放在他肚子上 说他怀了我的孩子 我将在原地 所有人都以为我高兴坏了 但其实就在昨天 我在沈婉包包里翻出了一张房卡 我没问他 因为我知道他的白月光周贺回来了 我一个随友见兮兮的举杯 调侃我 我们家阿迟要当爸爸咯 大家都在附和池哥 你真是好福气 能娶到嫂子这么貌美如花的女人 我这另一半还没出现 某人就有孩子了 就是啊 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啊 沈婉在一旁羞涩道 这个还得问问阿迟 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婚礼有彩礼这一项 买个市中心房子 得加上我名字吧 另外再给我买辆车 毕竟我想给宝宝一个幸福的家 众人顿时不说话了 互相眼神交流 不为其他 只因为我们居住的地方也是大城市 一个房子每平几万 在市中心买的房子上千万 再加一辆几十万的代步车 而我虽然这些年晋升快 但年薪加上奖金也才五十万 我皮笑肉不笑地喝着酒 话题又开始默契地转移到教育上了 看得出来 沈婉很高兴 游走在人群之中 我安静地看着这一切 她长发微微披散着 嘴角带点散漫的笑容 一袭酒红色的鱼尾裙 包裹着凹凸有致 曲线起伏的身材 柔美精致 明艳细精 等酒足饭饱后 大家都起身离开 沈婉拉长了脸 不满问我 陆迟 你刚刚为什么不说话 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我轻声解释了句 沈婉信了 还松了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窥视我 阿迟 可能是上次喝醉酒 没想到一次就有了 可能是这孩子的命吧 说着说着 他还摸着肚子 不知是说给我还是说给他自己 至于他说的喝醉酒 其实是之前我们单位聚餐 刚好沈婉过来看我 第二天一觉睡醒 我们躺在一起 在此之前 我是从没碰过他的 我那晚有些记不得细节了 但沈婉坚持说我们发声了 我忍住怀疑 安抚他 不要多想 这是我们的孩子 接下来你就好好养胎 我会努力去赚钱的 这句话像定神针 沈婉坡积一口 亲在我脸上谢谢老公 他的脸上是我很少见到的鲜活 洋溢着幸福 我处在原地 以前他从不爱主动和我接触 更别说这个意义重大的称呼 我知他有个旧情难忘的白月光 选择尊重他 默默付出 如今看来我的确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但那张房卡就像根刺扎在心上 也许他真的被我打动 我的心里有些摇摆 你如今怀孕 要不要搬过来和我住 我壮丝无意地问了句 沈婉没和我住一起 只是偶尔过来和我住 我在离他公司不远处给他租了一个房子 方便他上下班 只见他眼睫微颤 看了我一眼后一开视线 没事 我东西太多 懒得去收拾 如今他这态度 让我有些半信半疑 我照常去公司上班 刚好是早上开会的时间 有电话一直打 没想到听到了沈婉求救的声音 阿迟 我爸妈来看我 知道我未婚先孕了 呜呜 你快来 对面那头吵得不可开交 我心下烦乱不已 赶忙和领导请假 火急火燎的去找沈婉 沈婉父母都是农村出身 我之前接触过 都是不讲理的人 等我到的时候 本以为是个混乱场景 没想到 沈婉父母两人悠悠闲闲的在品茶 沈婉穿着极短的包屯裙 化着精致的妆 看上去没有丝毫受惊 他看见我 心虚了一瞬 赶忙问我 阿迟 吃饭了吗 沈父冷哼一声 拿捏着架驶 就是你小子让我们晚晚怀孕的 你知不知道你们还没结婚 要不是你答应给一百万彩礼 还有房车 你以为他似乎憋了很久 说到最后喘着粗气 就差捏拳头揍我 我还没反应过来 沈婉快一步拉住我的手 他对他爸妈说 爸妈 你放心吧 阿迟人很好的 他之前还提给你们 把老家的房子翻新下呢 沈母脸上倒是多了几分喜色 还帮着拉住沈父依老头子 我们闺女能遇到这种好女婿 我们也能跟着享福了 沈父气焰下去了 两人坐在沙发上 沈婉赶紧地上包好的水果 我还站着 心却冰透了 我什么时候 沈婉猛地扯住我的衣袖 眼神示意我 我也坐了下来 但全程一言不发 沈父邪逆了我一言 你们婚期定了吗 还没呢 我们都忙着工作 沈婉接话 沈母帮腔 还工作呢 赶紧辞了让陆池养你 什么时候我们双方家长见了面 赶紧定下来 这怀孕的人脱不得 说完 还没好气地扫了我一眼 沈婉假意劝了下他妈 随后期待地看着我 我心里气得发笑 随意敷衍着印象 三人这才罢休 最后他们竟然决定一起搬去我家 沈婉辞掉工作 父母照顾到他生产 完全没过问我的意见 我一想说话 就被沈婉暗中掐了下 最后 我忍无可忍地摔门而出 沈婉追着我出来 泪眼婆娑抱住我 阿迟 我刚刚也是为你好 要不然他们说要找你麻烦 你就当是为了我 为了肚子里的宝宝 忍一忍好不好 我正脱开他 我什么时候说百万彩礼 翻新房子 房车 你知道我的薪资水平的 沈婉 你别做泰国 他脸色有些不自然 最后嘟囔着 不是还有你爸妈吗 行 还没结婚 就开始惦记我家里的钱了 我家的确是小康水平 但这些年 我从不靠爸妈 他们辛苦了一辈子 挣的钱也是他们自己的 我结婚 他们肯定会出钱 但按照沈婉的标准 要花掉不少家里的钱 我爸妈要找儿媳妇 不是要请个祖宗 我嘴角牵起一抹嘲讽的笑 他好像知道自己失言了 赶紧替自己找不 阿迟 我们家也不白拿你们家的 我爸妈也会给准备嫁妆的 说这话 我是一点都不信 原因无他 沈家的家底加起来 都没我们家百分之一多 再者 这三人仗着有个孩子 处处拿捏我 能不再整出幺蛾子 就算好的了 怎么可能还会付出 而且也很明显 他们不打算 就这么轻易放过我了 我似乎想起了什么 问他 你真的打算和我结婚了 听说你的白月光 周贺已经回来了 你放下他 沈婉微微张嘴 没想到我会提周贺 因为我之前喜欢吃醋 沈婉又对周贺念念不忘 他一生气就拿周贺出来刺激我 所以我不喜欢周贺 反正 他又不喜欢我 沈婉苦涩笑道 我低垂着头 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 他对周贺回国一点都不惊讶 看来早知道了 甚至可能还见过了 那张房卡沈婉后知后觉 发现我不对劲 抓住我的衣袖 讨好道 阿迟 我现在是喜欢你的呀 我们都有孩子了 我无动于衷 胃里有些恶心 公司还有事 我先去上班了 我扶开他的手 头也不回地转身 沈婉欲言又止 却憋不出几个字 只能看着我离开 当初和沈婉在一起 都说是我运气好 要知道 沈婉是空姐 做他们这行 颜值与身材并存 平日里什么有权有势的没见过 如果不是我走运 都不会被看上 但他们不知道 我前前后后在他身上 花了多少钱 沈婉收入不算差 但他花销巨大 脸上用着昂贵的护肤品和医美 平日里的腕表和首饰 都是范克亚宝 卡地亚 劳力士 我日常穿着 都是随便买的 每个月发工资 都要转三分之二给沈婉 由于我从大学 就开始搞投资 这些年前前后后有赚有赔 也都给了沈婉 他才渐渐地和我拉近了关系 直到现在成了恋人 但他有个白月光初恋 周贺 他甚至专门开了个社交账号 回忆他和周贺的点点滴滴 我知道这些 还是因为有天沈婉的手机 忘记细屏才发现的 最初发现的时候有些气氛 但后面总觉得 只要自己对他足够好 他会慢慢放下的 每次我都像个偷窥者 账号一更新 我就点进去看 我既希望他更新 又希望他断更 从一篇篇帖子里 我拼凑出了完整的故事 沈婉是在实习时认识的周贺 周贺是个家里有钱的少爷 也是周贺看见当时青涩稚嫩的沈婉 要了联系方式 后面无非是两人在一起 周贺带沈婉去各个地区玩 带他见识面 给他安排了好的工作 结果一句要出国 就跟沈婉分手了 我没从这里面 看出多少感情 物质占了大部分 跟着周贺之后的沈婉 消费水平直接甩了之前的自己几个档次 平日里买不起的奢侈品轻松买下 用不起的护肤品 成堆的叠着 沈婉把周贺当成了白月光 他暗淡人生里的救赎 之后的几年 就这样一直回忆那些点点滴滴 他后面遇到的人 都会不自觉拿他们去和周贺比 总觉得他们没有周贺会付出 直到我出现 虽然没有给他100%的付出 但是也是对他最好的 这才让他考虑起了我 当然 在他看来 能和他谈恋爱是一种施舍 我们在一起 他向来不会公开我 甚至出去玩遇到熟人 也会装作不认识我 晚上 我下班回家 还在思考着沈婉父母他们搬过来的事 想起今天沈婉的态度 出于好奇 我再次打开那个账号 只见上面更了一条帖子 好久不见 姐妹们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了 我怀上了他的孩子了 没想到我们见面的第一次就这样怀了 我没敢告诉他 我好怕他不喜欢 往下翻 评论区都在劝他打掉 他回复了其中一条一切些姐妹的关心 我已经找到下家了 我看到这里时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怒火在燃烧 我的手钻得紧紧的 指关节泛起白色 怒火仿佛随时都会爆发出来 手在颤抖着 我还是控制不住往下翻 看到半小时前 他回复了一条 一摊约我今晚见面 我在犹豫要不要坦白 呵 我轻吃一笑 我拨通了那个熟悉的电话 被直接摁掉 等我一番狂轰滥炸之后 对面终于接了 神宛压低声音 迟一片刻 啊迟 对面很安静 但我还是隐隐听到游水声 想来是完事了 你在哪 我去接你 今晚我们一起吃饭 我试探地问了句 周晚突然放大音量 不 我在朋友家 我们明晚约吧 他说话间还有些喘 嗓音低呀 过了一会儿 他周围似乎有脚步声 电话被他直接挂断了 直接分手不太可能 他现在是逮着我息 知道我公司地址 还有个孩子 不知情的人 肯定不会信我怎么说 毕竟大家都会不自觉偏向弱者 估计神宛也想过这点 等又过了一个小时 神宛发了微信过来说 阿迟 今天是我父母不对 我会劝说他们先别过去打扰你的 今晚朋友生日 我在外面和他吃饭呢 看来是周贺又给了他一点希望 让神宛舍不得放下 不搬过来 刚好又可以和周贺约会了 至于什么朋友 我是不记得他这种脾气 有什么朋友的 我想起了那个账号的唯一关注人 周贺 顺藤摸瓜 找到周贺的账号 对方粉丝有小十几万 经常晒豪车和高档餐厅 身边的女伴各不相同 看样子的确是个有点小钱的富二代 我私信他 神宛怀你的孩子了 对方回复得很快 你是谁 我 你不需要知道 周贺 我已经订婚了 神宛那么懂事 不会留下孩子的 怪不得 神宛找我当下家 甚至没告诉周贺孩子的事 原来是周贺已经订婚了 他知道不可能 就那么喜欢周贺吗 喜欢到哪怕人不是自己的 也要留个孩子当念想 那我的付出算什么 周末 我发消息给神宛 小宛 我们挺久没一起吃饭了 正好今天有空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随后发了个地址过去 神宛答应得很快 我正站在一家高档餐厅门前 看着来来往往进出的人 这家餐厅的顶楼被包下了 办的是订婚宴 而主角之一正是周贺 门口还摆着周贺 和另一位千金小姐的海报 神宛刚下车 明显也注意到了这点 他的表情有喜悦变得有些微妙 但还是勉强冲我笑笑 阿迟 我们进去吧 很自然地挽住我的胳膊 精心打扮得他十分耀眼 我们被服务生领进门 正巧撞上周贺 牵着其他女生的手 正在和客人寒暄 神宛和周贺四目相对 我明显感觉到身边人僵硬了一瞬 跨上台阶的时候 我特意扶住他的肚子 在他疑惑的目光中解释了句 你如今怀孕了 可得小心点 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够周贺听清 啪的一声 周贺旁边布置的花树倒地 神宛忙拽住我的衣角 我没事 我壮丝无意地问道 你怎么看起来不舒服 不会是宝宝在肚子里踢你吧 周贺的目光 频频停留在我们这里 求你 别说了 神宛低声在我耳边哀求着 我们在服务员的带领下入座后 神宛也忍不住回头 去看周贺 委屈两人调情 还要偷偷摸摸的 我既气愤两人的行为 也为自己感到不值 等一道道精致的摆盘端上来 神宛只是机械地嚼着 终于 他猛然站起来 似乎反应过来 我在看他 解释了句 我去烫洗手间 说完 脚步匆匆地离开了 我自在地擦擦嘴 悄悄跟了上去 周贺好巧不巧 正靠在洗手间外面的墙上抽烟 一手插兜 另一手夹着烟 看见神宛时 眼神巨傲 怎么会怀孕 这是我的 周贺看见神宛的第一句 就开始提问 神宛张开手抱住周贺 哭了半会儿才开口 我也不知道 是你的 不过你别担心 我和孩子都不会影响你联姻的 周贺稍稍叹口气 才放心 把人搂住 揉揉他的头发 我躲在拐角处 悄悄把这些露了下来 等我回到座位 神宛看起来像是什么都没发生 当晚 我就把视频发给了周贺 并留言一一 你说这段视频 让你的联姻对象看到会怎么样 周贺那边急了 你要多少 我 让他把孩子打掉 正好是周一 我提着电脑 准备去公司 低估了 神宛一家的厚脸皮 三个人一大早 堵在我家门口 拿着大包小包 神母笑道 女婿 你去上班啊 没事 我们自己进去收拾 据说着 不管不顾的 就要往我家里走 几人丝毫不关注我的态度 一副你能拿我怎么办的表情 神宛看上去脸色不太好 没休息好的样子 整个人看上去憔悴不少 满眼乞求 阿迟 我梦见有人要害我们的宝宝 宝宝还是待在自己爸爸身边更安全 这话翻译过来 可能是周贺去找沈婉了 要他把孩子打掉 我没理他们 静止把门关上 三个人被堵在外面 沈父看不下去 陆迟 你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我神情冷淡 我也懒得和你们装了 沈婉肚子里的孩子的来历 你们不妨自己问问他 沈婉父母顿时放下东西 都看着沈婉 沈婉像孩子一样哭泣 唇半颤动了下 阿迟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明明这就是你的 要多可怜 有多可怜 要多无辜 有多无辜 沈婉父母很快就信了 还以为是我不想负责 沈父推了我一把 凶狠的冲撞 让我直接碰到墙上 我听到了清脆的一声 隐约间 头晕目眩 沈婉急忙去劝住他父母 我趁这件戏 拿出手机 给小区保安打电话 不一会儿 这三人就被保安带走 我撑着墙 还没站直 沈父转身 朝我催了口 骂我 狗东西 我女儿一怀孕 就反悔 你等着瞧 沈婉的小脸不满泪痕 木然地被带走 像是受到了莫大的委屈 有同小区的人经过 看我时都带着不善 煞时 沈婉捂着肚子 皱眉痛哭 肚子疼 我的宝宝 我分不清真假 但也没动 沈家父母打了车 我看着他们 抬着沈婉上车 没有这些事之前 沈婉在我这里是懂事 偶尔有小脾气的女孩子 不过这些事之后 我的心也死了 她现在说什么 我都很难信 没想到 没过多久 就接到沈婉流产的消息 孩子的确没了 但不是因为受刺激 而是在去医院的路上 出了车祸 沈婉一家都躺在医院里 这时 我的手机传来消息 你让我做的 我做了 我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 怪异又陌生 沈父母倒是和我打了几个电话 我只说 要和沈婉分手就挂了 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 好友发来一个链接 一是沈婉在做直播 房间名字还叫直播赚奶粉钱 我点进去看时 差点被气晕 背景是在某病房 她穿着病号服 直播间哭诉说自己怀孕后 我不负责也不娶她 如今她遭遇车祸 我还没去看过她 她的父母换了朴素补丁的衣服 在一旁附和她 弹幕都在心疼她 骂我的话无比难听 姐姐这么好看 哪个人扎舍得抛妻 住院天下的渣男都去S 太恶心了 好心疼姐姐 支持姐姐去告她 一分钟 人肉出那个男的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沈婉明显是缠上我了 她在镜头下 哭得梨花带雨 本就好看的五官 此刻愈发让人心疼 屏幕前的游艇刷了一艘又一艘 我已经看到 评论区有人在扒我的信息了 有朋友都在私信问我怎么回事 都说刷到审晚直播了 很好 本来想给大家都留点面子的 都是成年人 非要做到鱼死网破的地步 就没意思了 我点进那个记录周贺的账号 把里面的内容一一截屏 正当我考虑 怎么曝光这些东西的时候 接到了小区物业打来的电话 说有陌生人进来 蹲守在我家门口 说是要给渣男一点报复 他们正在清理这群人 网络就是个舆论泛滥的地方 从来不缺流量 沈婉前脚直播 后脚就有人找上门 不得已 我只能找个酒店先住下来 我边看着直播间 边打电话给沈婉 我看着直播里的沈婉 看了下手机 似乎不想接 嗯 断了 我又打了几个 他终于不耐烦地拿着手机 走到屏幕前 放大了他给我的备注 录持 还用十分无措的语气 问观众 姐妹们 我该怎么办 这个渣男给我打电话了 弹幕刷得很快 别接 他肯定是知道你在直播了 想要威胁你 别接啊 这男的不是个好东西 万一对姐姐做什么怎么办 可以接 然后把对话录音 当成证据 各有各的说法 沈婉犹犹豫扮上 最后还是给我挂了 他委屈到 我怕他找我麻烦 之前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还 似乎意识到 自己说了什么 他捂住嘴 网友们又开始浮想连篇 说我可能还会家暴 顿时 大家都坐不住了 我丢开手机 和沈婉在一起的时候 我可不敢动他 做什么都依着他 现在张口闭口 就是我怎样 造谣全凭一张嘴 那些网友也是吃瓜不嫌是大 晚上 我用自己的账号发了帖子 将事情原委讲述后 佩图是沈婉不断地找我要钱 和他那个记录周贺账号的一些帖子 我和他最开始认识到后面的发展 一字一句都发在了网上 在此过程中 沈婉陆陆续续地和我暗示 没钱了 要出去消费 上次的钱花完了 心情不好 想买卡蒂亚手镯 我每条都转账了 甚至还单独给他开了一张卡 用于消费 恋爱期间 他说的话 我句句有回应 每个月工资按时打给他 给自己也只留了小部分 想着自己一个人住 女孩子本来就喜欢消费 他倒好 给他的好 他倒是一点没念着 平日里过节给我准备的礼物 都是某桃几十块钱的手表 细算这一年的花销 甚至有些超乎我的预期 自己都没想到 给他转了这么多 仔细想想 沈婉到底是真的喜欢我 还是喜欢我的钱 一切不得而知 我的帖子很快就炸了 有图有真相 而且网友去搜了下那个账号 发现是真的 于是 风向又开始变了 有人在下面同情我 转头跑去沈婉评论区 火力全开 给沈婉刷了礼物的网友 更是后悔不已 去举报他的直播 很快 直播平台核实后 把钱退回网友账户 沈婉的直播直接被封号了 沈婉似乎也没料到 我会搞这种 赶忙去删之前的那些帖子 但已经晚了 他给我打电话 陆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做得这么绝 声音咆哮 透过听筒 都能感受到爆发的怒气 我问他 那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样纠缠我 还在网上 我不管 那你要我怎么办 他的孩子也没了 呜呜呜他打断我 无措的哭 他陪着我度过了 我最难熬的几年 给了我这辈子都很难 接触到的东西 他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 可是一个女生 哪有那么多时间 我最美好的时间都给了他 我知道我配不上他 可是出身又不是我决定的 我不懂白月光的杀伤力 他为什么非得要念着过去不放 沈婉也没真正要我回复 最后只是说我讨厌你们所有人 电话那边是嘟嘟的声音 我在酒店安心躺下 这次网络风波之后 我又可以回家了 事情闹得有点大 身边的亲朋好友都知道 我被骗钱骗感情的事了 纷纷跑过来安慰我 让我报警把钱追回来 我打电话给沈婉最后一次机会 问他自己还还是被强制还 他倒是没犹豫 把钱还我了 后来我才知道 是他拿他和周贺的相处 去要挟周贺 周贺给他转了一大笔钱 不过沈婉应当是搬走了 不知道去哪里了 当初怀孕 沈婉就辞掉了工作 也没找工作 因为家里就连老家都被网友翻出来了 说是已经见不到人 大家依然没停止攻击 去他社交平台辱骂 那个记录回忆的账号帖子 已经清空了 过了一段时间 周贺结婚的消息上了热搜 不知道周家动用了什么关系 沈婉的是一点没波及到周贺 新娘是和周家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 婚礼是直播形式 两家也算是有点名气 围观的人很多 在新娘和新郎交换戒指的环节 沈婉穿着婚纱 直直地扑向周贺 他笑得很得意 也很疯狂 在所有人的见证下 他大声喊道 周贺 我喜欢你呀 我喜欢你七年了 周贺被吓到了 一脚踹在他身上 眼神冷冽 你是谁 仿佛真的不认识 沈婉哭着哭着又笑了 笑得凄惨又无助 由保安上来把他带走了 婚礼照常举行 大家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周贺甚至连眼神都没分给他一个 其他人都默契地忽略掉一个 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女人 我也在默默地看着直播 最后掐断直播 叹口气 我恍恍惚惚地往外走 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 泥泞的路上 溅起了大大小小的水花 弥漫的白色水汽 将整个世界笼罩在朦胧之中 我漫无边际地发散着思绪 不知不觉拐进一家书店 这是附近新开的网红店 里面也售卖咖啡 不少人坐在里面悠闲地喝咖啡聊天 我的胳膊被人碰了下 对方连忙道歉 不好意思 我转身 是个很温婉的姑娘 她皮肤白皙细腻 眼睛里如星辰般明亮 透露着温柔的光芒 头发如丝绸般柔软 身姿优雅婀娜 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 我为自己的分神感到懊恼 对面的女孩子看见我时 眼前一亮 有些惊讶道 你是那个手里捧着花的乘客 我这才注意到 她穿着航空制服 眉眼有些熟悉 回忆起一年前 我休假去云南旅行 我一个在云南的朋友 给我送了一株植物 开的花是紫色的 很少见的品种 当时为了赶航班太着急 我手捧着 这株花过的安检刀落座 结果一个空姐过来告诉我 不可以捧着 只能放地上 但我也有些心疼这株花 她看出我的为难 很善解人意的身手 这样吧 你把这株花给我 我轻轻地放在她的掌心 直到旅程快结束 我也没看到她 就我在起身去上厕所时 碰到了安安静静 坐在空姐专属的位置的她 手里稳稳地捧着一树花 当时的场景 莫名地触动了我 寂静狭窄的空间里 似有一种 不明不白的东西在蔓延 航程结束 她把花还给我 等快下车的时候 我终是做了一个决定 匆忙赶回去 找到那个空姐 说要给她写感谢信 她连连感谢我 后面我收到了航空公司反馈的电话 以及她的电话 我主动地加上了她的联系方式 没想到正是因为我的慌乱 导致看错了人 空姐穿着统一的制服 戴着统一的发拆 甚至都戴了口罩 我以为是沈婉 原来是我认错了人 内心有些后悔 怪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多看一眼 对面的女孩子笑了下 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 我叫石岩 那个帮你拿花的空姐 从业几年 第一次遇到带着花上来的 我姗姗点头 有些紧张 我当时 是不是麻烦你了 没有的 那朵花很好看 不知道被你养得怎么样 我有些支支吾吾道 被我养烟了 如今正无精打采地垂在我阳坛上 本来刚开始养得好好的 结果沈婉来我家完时 给她浇了过量的水 这花就没救火 石岩有些惋惜道 好可惜 那朵花是我之前还从未见过 肯定很稀有 你喜欢花 我问道 她点点头 喜欢 但是养不好 你知道我们这个职业的 白天黑夜颠倒 说完 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我拿出手机 我有个朋友在云南 养了不少好看的花 你加我吧 我让她挑出好养的给你 好啊 她很激动地 和我加了联系方式 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告别了 后来我约了石岩 约会见面 餐厅是我提前订好的 一家氛围感很好的店 路过花店时 特意挑了树玫瑰 实验师诗然走进来 她本来就生得秀气婉约 粉衣柔柔的模样 嘴角着浅浅的笑容 煞是动人 她举止优雅地落座 我们点好喜欢吃的东西 在等待服务员上餐的时候 她注意到了那束花 惊喜地问我 是给我的吗 是 上次你不是说喜欢花吗 我看着她拿着花 爱不释手 脸上泛着红韵 人比花娇 谢谢 我也给你带了东西 她说着 拿出了自己带来的小盒子 封面是水墨山水画 看着像点心的小石盒 她笑得狡黠 我自己做的 吃不完只好送人了 我看着上面精致的包装盒打结 没拆穿它 很用心的礼物 不像是随意送的 一顿饭吃得很愉快 甚至什么都可以和我聊点 看得出也是个爱思考的女孩子 我不禁开始期待接下来的约会 成年人的心思 隐秘在心照不宣中 石盐很聪慧 她知道我们的接触意味着什么 并非是个被动的人 有时候她也会主动找话题 主动约我出去 我们在一起相处了三个月 成为了恋人 我好像才意识到 和对的人在一起 是这种感觉 很奇妙 但很舒适 石盐的家境不差 也带我去见过父母 伯父伯母三观都很正 也很支持我们 不会过多干涉 她大大方方地和她的朋友 分享我们之间的故事 在物质这方面 有需求 但会考虑实际 从来没有让我为难 周围人都知道 我谈了个很好的对象 连爸妈都催我求婚 这是之前从来没遇到的情况 我倒也没急 悄悄地联系 求婚现场布置的公司 毕竟是第一次 也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当然要做好 认识的一年半 我正式求婚了 天空中一排排 无人机告诉全城人 我在向石盐求婚 整个现场隆重热闹 我将戒指 珍重地戴在了石盐的手上 谁也没想到 一场缘分 是从一朵花开始的 将它用入怀中时 我终于意识到 也许这世界上 有什么东西是属于我的 且是任何人 都无法改变的命数 石盐 我向你承诺 我会永远爱你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我会永远欣赏你 支持你 为你的快乐而快乐 门的大多数 都来自于你 我会和你分享 我生命中的一切美好 尽管我已经遇见它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